好了 繼續講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其實他沒有講台灣 雖然李光耀說他一身人去過台灣25次 但其實他沒有一篇文章是講台灣 不好意思 太小了 不講 我們就講了最主要的兩章 就是中美那個 我就加了自己的看法 他有講歐洲的 有講日本 韓國 印度 東南亞也有講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阿西亞 印尼 泰國 越南 緬甸 還有講中東 歐洲 我覺得你們可以自己拿來看 但我自己最有興趣是看中美 因為始終是大國的關係 另外其實我有興趣是看日本和北韓 至於他怎樣看日本 其實他也很不客氣 他說日本不好意思 你都沒有機會 他說日本基本上是走向平庸 為什麼日本這麼大 其實大家都知道 日本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口政策 因為日本人 老人家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說在1950年的時候 日本平均是10個年輕人 10個工作人 公養1個老人家 但是去到他過生前 看到數字 我想現在可能更低 更低 就是2.8個年輕人 公養1個老人家 差不多2個養1個 或者3個養1個 所以你看到日本 人口老化也是很嚴重的 所以他說 如果日本一路解決不了 人口問題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是完全沒有前途 完全是沒有機會 但是新加坡和日本 為什麼我會有興趣看日本呢? 因為新加坡面對的問題 和日本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生育六號 但是現在的女孩子 基本上都不想要小孩子 其實大部分都是 以前我們小時候 家計會叫你生 不是 曾蔭權的時候叫你生三個 誰人這麼蠢和應 除了我弟弟之外 他沒有聽到我這麼說 正常都不會生三個 最多就是生一個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生 但是不生的時候 你的人口政策還沒有低 人口的出生率還沒有低 老化得很厲害 一個國家 如果老化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很難發展 那新加坡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新加坡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很直接的 就是輸入外來的人口 就是輸入外地的老公 但是日本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日本移民是 你會聽美國移民 英國移民 新加坡移民 但是澳洲移民 其實你很少聽日本移民 是因為日本人 是本身很排斥移民的 日本人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我認為是挺狹窄的 就是日本人的種族 他們的純正性 就是純潔性 就是大日本血統的純潔性 他覺得是一件很神聖 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所以他不喜歡你追求 他不喜歡你 有外面的人來 所以這就是日本人 一些很狹窄的思想 你自己又生不到 你年輕一代又不肯生 那就變了沒有人口 所以李光耀也有給我一些提供他們 提供過日本人 如果你想找一些跟你差不多樣的 你是不是東南亞 一些人 例如韓國 或者中國 大家都是Asian的 即是黃皮膚 黑眼睛 黑頭髮 時間久了 他們又說純正的日語 那是否會好些呢 但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我見到Alex寫 就說是那個民族的優越感 是的 他的民族的優越感太強 太強 但問題就是 沒得承接下去 所以 當你那個人口不夠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是 他那個人口結構 基本上是決定了你的命運 你看到 很少一些創造性的東西 是會是七老八十的人去創造的 即是創造性的東西 一定是年輕人去創造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年輕的族群的話 其實你那個 不單止負擔大 其實你那個地方 你那個生命力 其實都很弱的 所以根據李光耀的看法 其實日本現在的人口結構 即是再遲多十年 十五年 你想一下 他是2015年過心 其實都已經過了五年 即是簡單來說 將所有他這個數字再減 即是再過多五年十年 如果這個日本 那個人口政策不改的話 其實他就拜拜 即是他太遲了 可能不好意思 你以後 如果你想搞 其實都搞不到 那我就不知道 即是會不會現在 香港這個 反修例 那不是反修例 會不會是香港這個 國安法 現在你看到五眼聯盟 全部都 即是美國就拿旗 美國就說 我都會 即是剃一些香港人 那會不會 這個都是好時間 日本去放寬 他那個的移民 給香港人呢 那當然你說 是不是個個都喜歡日本 即是如果你給我 我就不會了 因為我完全都跟他溝通不到 還有今次 這個鑽石公主號 我就是鑽石公主號 我真的覺得 就是撿回一條命 真是幸運 我在初一就下船 如果我在初一沒有下船 那 幸運的 就回到香港 入到晉陽村 沒有事 不幸運的 萬一中了一招 我在日本醫 那就糟了 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其實 今次這個鑽石公主號之後 令到我覺得 對日本是產生了一個恐懼 我覺得 只可以好人好者 去玩幾天就OK 你叫我留得久 所以我真的不行 我以前其實很覺得 日本的東西 總之日本的東西 一定是好的 是不是 但今次經過這個鑽石公主之後 我就發覺 原來不是的 原來都可以很露底的 所以呢 這個 至於 李光耀又怎樣看 這個地緣政治 即是日本和中國的國力 其實呢 在這個APAC 這個APAC 這個APAC裡面 其實你說 在這個東南亞的地方 美國最堅定的盟友 其實就是日本 OK 其實呢 以前 即是上一個世紀的時候 是日本侵華 但是 到了今時今日 即是世界輪流轉 即是日本已經是沒有能力 對中國發動任何戰爭 或者有任何侵略行為 是沒有的了 即是根據李光耀的看法 就是日本 即是他自己一直 其實是開始 運濟運濟運濟 如果人口政策不改 基本上這個國家是沒有運行的 即他是這樣的看法 即是我某個程度 我覺得都對 因為人口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啦 所以說 即是日本 其實對於中國 整個APAC country上面 即是這個亞洲的小國 其實日本是最恐懼 中國的崛起 因為 是首家來的 你以前殺 南京大屠散 你殺那麼多中國人 即是日本 是最恐懼中國的崛起 因為 你以前傷害過他 但是你說 日本還有沒有能力去侵略中國 是沒有 但是日本只可以是Defend 所以其實他跟美國這個盟友關係 其實一定要是很密切 因為其實他唯一可以靠的 就靠大哥 就靠美國 有些什麼事 就美國撐他腰 那樣 所以你說 好像今次這個國安條例裡面 現在美國就動 就在五眼聯盟裡面 基本上都跟美國的態度 就是說 會接收香港人 那樣 因此 日本會不會 一樣都追蹤呢 就是接收這個香港人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是有機會的 我覺得他聰明 其實他都應該 因為 香港走得的那幫 其實很坦白說 我覺得 你可以走得去 無論去英國好 日本好 加拿大 澳洲好 其實那幫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就是 有能力 還有 有錢的人 所以 如果他們不要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們真的 真是蠢 這個優越感 就純粹是自嗨 那你優越感要維持的 你要永遠這麼強 那你才會有優越感 你去到一個位 就沒有了 那 那還優越過屁嗎 所以 李光耀覺得 其實中國崛起最害怕的 就是 日本 所以他甚至想 未來 如果諸國 尖國諸島 再有 conflict的時候 其實日本 其實未必是有能力 大家去扯大纜 未必有能力 去Defend 但是我覺得 這個大前提 都是因為 李光耀寫的時候 這本是2013年 是7年前 世界的格局 已經變了 中國和美國的角力 他科斯在三四十年之後 但是他沒有想過 這件事 是早了三十年 去發生 那 所以 如果他很盲目覺得 中國一定會戀贏 這個美國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Fortune Teller 但我現在看 現在的狀態 我就覺得 不太遲 跟這個 李光耀的看法 他們覺得有得戀 可以有得戀過 都要三四十年之後 所以他覺得 習近平一定是韜光養晦的 一定是緊貼 這個 鄧小平的路線 但是 沒有人猜到 他早了那麼多 所以結局 是否 因此會是這樣 日本 日本是否一定是 會 不能夠跟中國 compete 我覺得 這幾年 很關鍵 看大陸 這個狀態 因為 正如 一個這麼資深的政治家 他覺得 大哥 你有什麼可能 不friend 你一定是跟其他地方friend 因為中國的崛起 其實是美國的 globalization 其實是中國最大的得益者 才可以造走這個中國崛起 所以如果美國 要斷你後路的話 其實我不覺得大陸是抵擋得住 所以你由他見到所有合約他都不honor 而唯獨他繼續honor 他那個 第一期 那個 還幫他買幾億的農產品的時候 你就見到 那件事未必 是 一般人想到 我們國家一定搞定 我覺得那些有些是猛毛來的 所以他根本都不看 又不看Facts 又不看新聞 OK 這個是日本 另一個很有趣的國家 他就說北韓 那 北韓 其實幾年前 我曾經很有興趣 很想去北韓 那我結果 看完李光耀寫這個北韓之後 我就決定算把 我不去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李光耀 他基本上他寫的國家 他全部都去過 真的很熟悉 他跟領導人有私交 他圍到那個地方 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就是北韓 因為他覺得北韓 是一個騙毒 就是他們這一幫人都是一個騙局 就是 他是靠欺騙 就是金家政權 是騙回來的 一直騙 騙著那些人 他說 所以其實 他覺得大陸 都是一個專制 一個專權的社會 但是他專權得來 那些人都還有基本的人權 有些基本的自由 但是北韓完全是沒有的 就是完全是一個龍裡面 還有被人捆 那些 所以他說 為什麼他會看到鄧小平之後 他會覺得 中國 是一個我要去打交道 還有我要小心處理關係的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他看到 鄧小平 改革開放的決心 他知道這個國家 如果只要他改革開放 去成功的話 他就勢不可抖 所以你不可以說 李光耀不仇人 我覺得他很仇人 他看得很遠 他看得很遠 他看到鄧小平 他就知道 他做得到 只要他做得到 而他覺得 中國是有所有條件 他做得到 他只要做得到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很厲害 所以現在要開始 就是所謂拆定鞋 就是要先跟他 Friend定 適於微時是最好 人家有錢門高 有一個門高 狗有惡的時候 你想去 就是貼上去 你就真的走開一點 所以其實他很早的時間 就已經很樂意 幫助中國的崛起 就算李顯龍 在他的 《Foreign Affairs》那篇文章裡面 他都這樣說 他都是承繼他老爸的想法 他從來都是 他在新加坡 是很願意幫助中國的崛起 因為 你根本阻擋不到他的崛起 所以你早點跟他做Friend 就好過你 你之後想貼上去就不到你了 但是我都說了 李光耀看的東西 一直都是準 但是他覺得 中國的國力 和美國的國力 中國的崛起 基於美國的幫忙 但是這個國力 是遲早有一天會發生 但是應該是三四十年之後發生 所以早了這麼多年之後 結局是不是都會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很值得大家看 所以他就看到鄧小平 他就覺得 鄧小平是一個有心改革的人 所以這個國家是不能夠忽視的 我要早點跟他打交道 但是他覺得北韓 整件事都是騙回來的 由頭到尾 他就要騙你 就是困你們這些北韓人 就是告訴你外面的世界 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他根本不讓你知道的真相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國家 為什麼他連去的興趣都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前景的國家 是沒有前途的 完全整件事都是騙回來的 那有一天如果金家不能夠再騙到他的人民的話 那北韓就完結了 那北韓就完結了 那當然北韓的傳亡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看大陸的態度 因為站在中國的立場 其實他也不太想兩韓可以聚集 最好不要兩韓沒有統一 因為如果不是他就沒有了這個不法 因為南韓和美國都很友善 雖然不是真的說 好像日本那麼緊密的戰友 但是都是友善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G7 G7是9月在美國開的 他會擴大G7會議 其實有請來這個南韓的 那南韓會不會不去呢 當然不會不去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李光耀他看全世界的政治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這本書 他都值得大家看 雖然都是2013年寫 但是我覺得他的斷政 他幫國家的斷政 其實都斷得準確的 當然也有不準確的地方 因為世界的政治也變得很快 但是大家要拿一個大朗的概念 其實是沒問題的 那好吧 我今天呢 就說到這裡了 就說到這裡了 是呀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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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les 多謝C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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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好了 那我們就是下個星期一再見 那也是那一句啦 記得分享 Like 和 Comment 因為原來在YouTube裡面 其實這條片 我會放上YouTube的 那你們跟我說 叫我寫分 Part 1和Part 2 我會記住的了 那明天 就會先上了中美的部分 那日本和北韓 這個部分 會星期三上 那我會寫Part 1和Part 2 那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了 那 拜拜 Goodnight 拜拜